由李居明編劇 蓋明輝主演的粵劇第三度公演 今晚首演大家寧寫開心 除了因為有大批劇迷捧場之外 也重現久違的全院滿座場面 政府早前宣佈防疫措施鬆綁 表演場館終於可以恢復全面入座了 李居明就很開心這次演出 所有門票都賣光 劇院坐無虛席 這次演四場是全包 多謝多謝 真是坐無虛席 並且第一次我們百分百的入座率 因為前一段時間全部都是八成五 今次是百分百的座位開放 一開放的時候 全部四場都爆了 可以看到大家 外氣之餘 又代表阿薰的魅力 不要這麼說 大家群測群力 大家都見到都很感觸 三年沒見 是嗎 但現在的溫液依然還有少少美 所以我還戴著口罩 希望儘快連口罩都扔掉了 希望香港儘快 可以連口罩令都可以取消了 所以今晚我們見到很多舊雨伸之來 是已經回復以前的舊貌了 所以大家應該可以回到以前 是幸福的日子了 這三年的溫液期 過了 這晚蓋明輝和李居明的粉絲 還帶上燈牌來座慶 原來今年也是兩位合作的第十二年 回望過去 蓋明輝感觸良多 她和幾位演員都特別感謝 李居明一直堅持創作開戲 蓋明輝感觸良多 因為師父的腦很厲害 她的腦分開兩邊 可以古裝和時裝 我亦都在她身上 可以嘗試很多角色 我希望師父繼續 不要讓她停 繼續健康 寫多些好戲 給我們做福利縣街 李居明又說 接下來會繼續和蓋明輝合作 經意想好將會重演的劇目 希望繼續得到劇迷和觀眾支持 2023年其實香港政府 都是頒布了很多新的政策 是帶來我們香港的文化活動 其實不只是紫月劇 其實各方面的文化活動 都是非常之推廣 所以我們相信2023年 香港的文化活動 一定又再起高峰 跟進一步 好